文章来源 辽宁日报 如果把夺取总冠军定义为成功的话 那在过往的22个赛季 辽宁南兰没有成功的经验 却并不缺少失败的教训 2017-2018赛季 重新集结的辽兰即将又一次向总冠军发起 冲击向夺冠 辽兰需要做好哪些事呢 首先保证球员 尤其是主力球员的健康是第一药物 过去三个赛季 辽宁南兰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 正是因为主力球员没有出现大的伤病 辽兰才能连续两个赛季 杀入总决赛 而上赛季 辽兰却遭遇了可怕的魔咒 体能测试先折了李小旭 随着比赛的进程 贺天矩从明晨又相继提前告别 在CBA 尽管在漫长的CBA赛季中 完全远离伤病是不太现实的 但因为伤病造成减员 对球队实力是一个损 是不说 还有可能会带来连锁反应 还是以上赛季为例 由于伤员太多 造成轮换球员人手不足 主力球员不得不超负荷运转 哈德森 郭艾伦 韩德军等球员的初 长时间均创下新高 即便没有再出现伤病已是万幸 但打到季后赛 他们的身体已经极度疲劳 本赛季 辽兰除了贺天矩之外 球员健康状况非常好 就更应该珍惜 这样的局面 注意节约使用主力球员 避免伤病侵袭 过去几个赛季 辽兰一直是联盟中最具竞争力的球队之一 但年轻球员情绪容易出现喜福 用球迷的话说就是领先之后喜欢浪 这是辽兰需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 最惨痛的例子 莫过于2015 2016赛季总决赛的第二场 其实面对此前从未有季后赛经验的四川队 几乎所有人都认定辽兰的总冠军毫无悬念 平心而论 外界持这样的看法不足为奇 可辽兰自己也受这种心态的影响 却是非常不应该的 现在辽宁男兰首发阵容中 年纪最小的郭艾伦也有24岁 已经不能再用 年轻来说是了 新赛季 辽宁男兰必须学会让自己变得成熟 领先的情况下 别浪 不要让大好机会从直缝中溜走 落后的情况下也别慌 要对自己有信心 不管有多少人捧着 如果只是一个长不大的孩子 是当不了总冠军的 另外 辽兰还要解决好万元的问题 不久前的天津全运会 辽宁男兰以非常强势的表现摘的金牌 这对辽兰的国内球员的自信心 会是一个很大的提升 但是正如 对长杨明所言 CBA和全运会是完全不同的两项比赛 由于外援的加入 各支球队的实力对比会发生变化 由于个人实力的差距 国内球员表现在出色 到了总决 赛舞台也无法起到决定性作用 所以CBA比的其实就是外援 此前 辽兰两度折击总决赛 预期说是辽兰输给了北京队 四川队不如说辽兰的双外援 输给了北京队的双外援 四川队的三外援 所以外援表现如何 仍将是辽兰冲击总冠军的关键 在辽兰效力多年的哈德森 以及初到CBA的巴斯 他们能擦出怎样的火花 又能与辽兰的国内球员产生怎样的化学反应 决定着辽兰本赛季的命运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